樓市由去年下半年开始有些调整 其实调整都是逐个月轻微调整 成交量是比较淡静 在目前来说 楼价仍然是很难负担的水平 我们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 是没有条件减辣的 另外一方面 我们推出的定息债券 就是看到市场环境的息口比较低 市场里面大家去申请按协贷款 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浮定利率 如果想在这个较低的利率水平里面 锁定它 令到自己以后供楼能够好一些计划 不冒那么多利率波动的风险 那么我们就提出这件事 就给有意置业的人士 作为一个选项 就是以一个很低的利息 它可以锁定十年 十五年或者二十年 不过市场这么做 它也是按它个人的需要来考虑 市场减辣 我们看很多因素的 除了看楼价之外 看经济 看未来的楼市的供求 你知道我们所谓辣椒 就是楼市管理措施 都有针对不同的性质的一些税款 比如针对外地人来买 就买家印花税 针对那些人短炒 那就是特别印花税 买了之后越快买 税越重 另外就是已经有物业的人 再买多一层的双倍印花税 所以是不同性质的 所以我们是会留意着 每一类这些这样的交易 究竟的量有多少 那个幅度是怎样 所以这个是 我不会为这件事 定一些硬性的指标 不过可以跟大家讲 就是我们是 一直是监察着的 因为除了楼市自己本身之外 那个对经济的影响 对金融市场的稳定的影响 那些我们都看的